上次买的夜路里娃娃屋盒子 玩得超过眼 我记得玩几天好像还有其他宝石盒子 老板 我来买宝石盒子了 这不是新链店长的复印楼吗 好美呀 是我没用的小人偶 下面还有一本书 好想打开开一个 那今天就你了 走 就这样去 拿着宝石盒子到家了 赶紧打开 东西都拿出来 盒子上的配件也拆下来 小人偶扣下来 怪人蛮多了 新链店长 萝莉和王墨 让我想到了动画片里 王墨和萝莉进入浮云楼的那一集 把其他配件也拆下来 带了三千纽扣店长 给它安好 看看宝石盒子 就然后动画片里一模一样 来吧 新链请帮我们开启浮云楼 为我信任的人 解除风景 开启浮云楼 浮生室 万物件 夜流力 空间魔法 盒子打开了 墙上好多树 中间是清零的宝座 这儿也有一个宝石像 哇 好漂亮的灯光 左边墙上有个洞 我知道 命运之术 把它藏在这儿 大小刚好 新链坐在宝座上 这个时候 缩小版的王墨和萝莉 也进入了浮云楼 好多的书啊 难道 这里是店长真正的家福云楼 新链邀请两个人一起去二楼 说有个秘密 他们站到了一个极大的宝石下面 没想到这个时候 慢多了 一人也找到了浮云楼 新链赶紧说出了最后的秘密 若非我本人要开启西山 就得先进来 必须提起我赠了你的六百钥匙 可这六百钥匙在哪 这可难住了萝莉和王墨 那请问有人知道 可以帮帮他们吗